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我們攝影一周 時間過得很快 開心的日子特別過得快 錢就花得快 等下一期五千元 等下一期五千元 要等下一期 買了個電話保障 買個電話底 但錢是我們花的 繼續花錢 好了 沒錯 今天由我先說 上集 我們說的 港幣的 Mini Vipo DJI 近來 飛機仔最熱 我這裡有些 價錢 它本身 Mini Vipo 普通一機加一電 是六千 六千 三十九元 一機 加一電 加上套裝 加上套裝 加快充 有個 這個叫做 不是的 那個 遙控器 它一向有的 沒有的 這個六千零三十九 沒有的 這個單機 不是有 它有 只不過是這個 是 那個是沒有螢幕的遙控器 沒錯 有兩個 一個是沒有螢幕遙控器 另外這個 是有螢幕遙控器 是 7299 即是1200元 又比螢幕更多 是啊 大家說個概念給大家聽 其實以前 如果你是 DJI 買一個 這些大螢幕的遙控器 其實是幾千 三四千元 三四千元以上 再早期更貴 五六千元 現在已經跌到三四千元 但是現在 你有螢幕和沒有螢幕的遙控器 只想用1200元 那你就看了 我覺得是划算的 但是 我也想說 在外國很多評測 發覺這個大螢幕的遙控器 比較差 它的接收能力 暫時來說 我不知道是否是問題 是 是 是差一點的 很多人試過在2公里 2公里 2公里之內 即是比你自己用手機 對 為什麼呢 平時那隻 你會有一個遙控器在外面 現在這隻 它沒有了遙控器 它的遙控器就傷了在裡面 那個指控性 很多時候 可能會差了 因為有真的 香港人試過 在外國人也試過 不過 戴螢幕的遙控器 最初來是真的弱了 無論它是否是FCC 或者是CE mode 都是 這個 我不知道以後 只是出了街幾天 沒錯 影片的測試 都只是幾段 就是有什麼評語 回來 看看以後 但如果不是的話 撇除了這件事 戴螢幕是很划算的 是啊 多千億很划算 我就想著 真的很划算 因為它這次的配件很奇怪 這個呢 和這個呢 它下面呢 就有兩個 以前呢 就有整套的 5Mod Compo 現在呢 它兩個5Mod Compo 到KID呢 都是分開來買的 因為它那個電不同了 對 有一個持續 長電 47分鐘 沒錯 沒錯 那普通的三電 即是加兩電 加上叉扎 給你 加上所有東西 連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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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子呢 就1379 多兩塊電 多一套掌 多這個 充電器 充電線 還有袋子 就1379 那另外用一個 長軸床板 那兩顆是大電來的 方式是17 那 那 這個組合呢 其他東西一樣 這個組合就1879 即是多不足夠 那又是買長軸電 是比較划算的 對 因為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你買長軸電 基本上是貴一倍的 是 譬如那個電是500 那你買長軸電 那個年代是要1000元 但是現在呢 兩塊電加起來 都只是貴200元 就是每塊電 只貴200元 所以是值的 是 所以大家建議 就買 Mini 3 Pro 就買長軸電 就買了 就買了 但是呢 你有沒有感覺 整天買了 就等於 Air 2s 沒錯 這個就是 我都 最近看到很多 評測都說 究竟怎樣 究竟怎樣 其實呢 如果你不是 算 250g 肯定買Air 2s 但是因為他這樣 250g 你看看你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真的多了幾個 橫過性的 他直拍 沒錯 直拍 而且他的鏡頭可以跳高 對 可以向下跳高 對 就是那個 角度是不同了 對 也都有人試過 不要這麼開心 不要說到他吃天花龍鳳 但其實他飛的速度 都是跟Lini是差不多 嗯 做不到Air 2 或者是 Po 2 這些級數 沒錯 還是幾萬 但是呢 我講 你如果平時真的拍風景 其實夠玩的 對於攝影的人 是夠玩的 但是如果你說 追求一些 很有突破性 突然之間就快些 所有的提升的話 他都還是在A2S以下 畫質應該還是 還差一點 沒有辦法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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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問我 我都覺得他這一個 的舒適裡面 其實已經是很划算的 是啊 我告訴你最低的是什麼呢 最低的是不要理他這些東西 買單機 其實在國內是有單機買的 他的單機是原價4,100元而已 人民幣 即是連搖控器都不要 即如果你本身以前 已經有 或者Air 2的朋友 你就不要這個搖控器 因為他本身 你現在Air 2 或者Min 2的搖控器 是OK的 是啊 挺好的 4,100元 都是大概5,000元以下 那你用東京 或者淘寶 這樣送來 其實是值得玩的 這個 如果你本身有Air 2的朋友 是不是 沒錯 那你不用這麼貴 那些電 你拆散買 散買多了 三四百萬塊 你買多兩塊電 就可以了 其他的袋不袋 那些什麼液 多餘的 就是我這樣看 如果你真的想試一下 你大概花5,000元左右 你就可以體驗一下 值不值 對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也是 因為你買一套 一萬元 是啊 一萬元 那我不如買A2S 7,000多加2,000 9,000多 是啊 好 好像近Canlon有新消息 沒錯 Canlon有新消息 大家都知道 就有一個R7 R7 大概講了一年 但是要多了一個 就是R10 講R7 其實R7 是很厲害的 沒錯 那R7 就用它最強的 這個3,250萬象的SIMOS 先說明一下 APS-C 是 APS-C 這次終於都被我們講中了 是 他都會的 都是會統一回那個蠻蠻蠻蠻蠻蠻蠻 答案 我最招待 連1年 反而 其實 是 M150M2 甚至 這個M6M2 是 在日本中買的最好的機種 是啊 對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常常說 K Galilea Thermion賺錢 不然話給你們聽嗎 我常常講這件事 就是原來 它的M número 最好賣 所以原来是很多人喜欢小机轻轻巧 日本的市场很大 日本人的思维跟我们的东南亚,我们的香港,中国,大陆,台湾 喜欢玩器材的人的思维是不同的 他们总要简单,方便 你们手机经常说三星,iPhone,日本最好卖是Sharp 没错 日本本土是国民机来的,Sharp 还有很有趣的,因为日本本土已经可以养到氧气了 根本很大 整个东京市千多二千万人口 整个香港加上了几百万 所以变成了这次 虽然有些人说它转得慢,但是它是有原因的 有问题的,难道赚钱告诉你吗? 没错,没错 当然了 这个R7就不会差了 什么都给你了 高速连达三千多万像 电子快门三十张一秒 三十张一秒 除了这个感觉很小之外 基本上是一部暴力的强壮机来的 我经常觉得一件事很有趣的,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玩开电话玩得那么开心 体验了一些东西 我经常说电话开始已经放弃了大师牧师 是 因为他发觉我的运算力量已经够了 AI 是优胜过你大底 我可以这么说是优胜过大底 我怎样说呢? 很简单 比如我说这个Sonyway 如果你夜景相用HDR模式拍出来的效果呢 是比你用WAR长部的秒后再修图去弄 为什么我不弄一张WAR加HDR模式拍出来 那张是会赢你这张 没错 所以其实已经是胜负已分了 没错,其实数码世界 你究竟是用MACANCO出来的 所以现在不需要追求大底 或者你的AI很厉害 没错 不知道的 就是一路一路过度 我觉得我们将来看相机已经再不是看线模式了 是看那个Processor 就是它的运算能力 运算能力 或者它的AI的运算能力 会不会加什么的晶片 这一样东西才是我们未来的相机 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它的物理一寸或者再大一点已经是适合的 它不会再弄了 这个事实 正如现在很多大底 35mm都不够大再大 其实再大都很愚蠢 所以你看附近的43mm机 它很有野心 你不要以为它会弄大 没错 它不需要 不然它弄大 不用啦 我不如弄一些科技东西 加一些运算精品进去 没错 还会再好 这件事我们来看就这样看 那这个R7就是它出力的 这个4K60 APS-C机 双卡槽 SD 那这个R7 看白不会买得便宜的 所以它就出了一只 但是呢 你知道现在M6 Mark II已经是3000万 但是它这个又单规了2000万 2400万 我觉得它有时候这些都是用运算的 没错 用运算的 没错 也都不能够跟R7一样的 没错 所以它就单规了 那样样东西都单规了 就是变了一个RF mount的最便宜的机能 会成的 那跟着连锤也会出了一些APS-C的镜子 是 连锤有两只啦 就是1855 和一只18150 1845 都是偏向这些风景和天涯镜 没错 天涯镜 硬硬出来是顶着的 就是一句说了 又小又便宜又轻 质素是怎样的 因为呢 Cano永远都是这些 便宜的镜子都是胶胶的 希望今次它更漂亮的招牌 是 不过这样 有一样东西 在坊间的那些 遥传讲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未真实 这些镜子是用不回敷镜机的 是呀 似是呀 因为它的蚂口很大 死神不哉 它可能自己弄到的 还有呢 其实呢 坊间呢 我们现在看的R10那张照片是错的 是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R10的蚂口 一定是R蚂口 好吗 它有什么理由这么大 有什么理由这么大 一个SIMOS SIMOS 我现在将它改回它了 其实呢 应该是R7 它应该是小小的 所以但是呢 这些就是 其实呢 如果你真是认识的 一看就知道错了 是吧 它R10有什么理由 可能它这张照片做出来 那个人 是呀 疏忽了 疏忽了 但是人人都是用它这张照片 所以呢 我想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一件事 如果它伸出的那些 所谓的RF-S的镜系列呢 是 又不让你放进去 Fullion机呢 我觉得真是 是麻烦了 真是沽寒一点 是呀 它是沽寒的 说真的 我放上去其实已经有限制了 因为我已经裂了 我已经裂了 我的像素已经是少了 如果你放在那些 2000万像的机 只剩下千多万像 其实呢 就不够 不要玩的 是呀 你有它 是给你那些 高阶的4000万像 6000万像的机 即是你的R6 是你那些 可以用 裁了它 都还有2000多 3000万像 即是 这样用的 它又用回它以前 呃 单反的那个 是呀 它是死了 总之一S 即是你便宜镜呢 你便宜镜呢 就不容你用在一些贵机 是是 你贵机嘛 用回贵机 即是它永远就是这样 这个是Canon 这个是Canon的传统 我希望 希望它这个谣传是错的 但也挺难的 但我觉得是真的 真的 算了 我们再说 再说些什么 那我说一下 好像 我们也收到消息 有一个谣传 那么 一个人出了600大炮 对啊 600大炮 可能陀佛会问 咦 为什么你会出600大炮的 刚刚好 那 自然出了一支400 400和800 然后出了一支800 现在做了一支600中间 是 还有些原因的 因为它当初出的400 是加了1.4成 就变成可以等于600 对啊 等于接近600 那你现在又出的600 是 其实很接近 是 那 你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那支400乘了1.5之后呢 其实那个光圆是会 是小一级的 是 可能变成6.3之后 那现在呢 它出这支600 可能是光圆4 是 是 是6.4来的 可能是光圆4 那光圆4呢 我也觉得它应该都会加回 1.4 1.4 那就变成了 它也会成出来又变成600加1.5 那就等于 6.4 900多了 接近900 对啊 多于800 但是呢 如果是4光圈的话 就5.6而已 5.6光圈就赢你那支800了 很厉害 是不是 赢你那支800光圈是53 赢你那支800就应该的 因为这支800是5万元而已 没错 那你讲到重点了 这支是贵到 那利的 所以这支呢 就是它终极最贵的 对啊 没错 就是600 有得 有得成1.4 内置了 那如果4光圆都乘出来 都是5.6 哇 以我估计 以我估计 15万起步 15万 123 我计算它便宜 如果它出12分 因为现在那些已经去到11.2 的了 就是 Canon Nikon 它不是啦 这些新的 那支800都是什么 那支800怎么同呢 4万多5万 那支800 最便宜的 那支800 大家算是好的 它小三分一光圈 已经可以这样 你知道我们的 我们是全策 实际它是未曾公布 未曾公布 它只有一个黑影 只有一些黑影 黑影当中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268 我们都是热切期待 我觉得它这次 268就真是热切期待 因为如果它多 它好像是200 500 这样做 你今次 我不估它几千 那你万多元 我都 万多 我都想着 有机会 我最主要是 它希望它比较小 小一点 没错 再加上 现在你 Z 蚌口 质素提升 因为Z 蚌口 那个 Diameter 大 还有那个 这个 这个 法兰距短 是有可能 是整细一点的 是啊 这样就OK了 但是anyway 我想很多打着的人 都很期待这支 600 x 1.4 之下 变了860 的5.6光圈 这支镜拿出街 去拍着就 哇 赢了 这支 这支是很厉害的 终极的 但是 当然 那些人是有很多钱 这一排做 Nikon 粉丝真的要很有钱 是啊 真的逐温落桌子 哇 不断出东西 不是 Canon 也是很贵的 哈哈 一样很贵 不过呢 这一排 Canon 少了 出了东西 但你都未必买得到 是啊 Canon 少了好东西 这一排 不要经常说Canon 喂 还有啊 APS-C 刚才你讲开 这个Canon 出东西 Sony 也出东西 刚刚收到消息 它会出一些 定焦大光圈的APS-C 是啊 这个东西又 咦 到时 我们经常说 那些人都嫌不起APS-C 其实APS-C可能以后是主流 也不出奇 不出奇 其实APS-C是不会消失的 它现在出几支 我说一下 11mm 光圈1.8 哇 是啊 光圈8 可以映星了吧 这次这一排还不映星 承出来都是16-17 但是1.8 还不用来映星 不如还有一支是15 15呢 它承出来等于22 光圈1.4 哇 你真是 我们经常说 无论是Sony Nikon 都知道是映星神镜 20mm 1.8 22.0 都知道的 喂 你20mm 光圈2而已 我现在22mm 光圈1.4 没错 A-Face 这些东西 没错 影星的人很开心 我真是回想我们以前影星的Y镜 很惨的 哪有那么多 选择两三支 都说了 几年后几年后就容易很多 所以现在这些 真的用来买风景影星影夜景 对前可以拍极光 没一定 还有一支就是Y镜的Zoom 都很棒 10-20 即是等于15-30 不过它这支就修软一点 修软一点 这支是用来普通影风景的 风景用了 没错 一定是又轻又轻又轻 反正它修软软用的 对啊 所以它修软软 如果你是Sony用家 就开心了 你的APS-C 你可以有这几支镜用 我觉得真的无论 够了 够了玩了 够了玩了 随便放一支都够了 所以呢 其实呢 Canon Nikon 是不够Sony来 就是 它自己的镜又多 副厂的镜又多 真的选择是比那两个是多的 而且它的品质不差 对 没错 偶尔中又有些黑科技 惊喜给你 没错 所以成功是有原因的 是 所以现在顶竹而三个 这个细都很难改变 暂时 是 喂 那还有啊 好像 福仔又有些东西 对啊 还有呢 这个福伦达 这支呢 其实我都不太看好的 是 因为呢 它是 一支352的 那你知道啦 我们经常留意 没有设计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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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福仔这些 又是 又是 没有AF的 其实 都会有的 但是呢 它又买得很贵 我觉得 哇 12万日元 整个7千元 现在日元跌呢 都要7千 虽然跌了而已 现在6元左右 但是都要7千 虽然是APO的 那但是 我觉得 现在的镜 在这么大的 孔口 和这么短的 法栏距呢 APO 和不APO 你说相差多远呢 以前真的相差的 以前F孔 真的改了很多的 呃 我们以前呢 就玩过那些 中幅的 的复制一镜 是 其实它的质素 是 真的很美 是 很美 它漂亮呢 它不是 它是锐利的 那些漂亮 是 它不是它是锐利的 而是你会看到 它的质感和资料很多 是 那些资料是很多 很细节 做得很好 而且它做出来 你整理出来 我觉得它很丰富 很有层次 是啊 所以就算它以前 那些中幅镜 是说几万一支的 我都觉得它是 是植物植物票价的 但是 是负在一个中幅上 对 但是你这么小 EPSC 这么小 正如你说 手机 需要用4K屏幕 对 就是用了 你把它放在手机 是不是没用呢 是无用的 没有之地 所以现在是一半 又未到 未到那么离谱 但是 那个趋势就是这样 以前我们中幅或者大幅 是的 你不买这些 就差很多 你的戒浸力是很需要的 很需要很需要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不需要的时候 它出够这样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我这个玻璃的 你这些 锁镜头都可以了 所以 所以其实是需要不需要呢 是不可能不需要 所以 为什么 正如你所说的 Z50的胶镜 你不要小看它 就是这个Koi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有些是 之前呢 3月份 那支出了一支 出了 是比这个 那支更漂亮一点 1.2 但是呢 它不是APO镜 当然 但是那支是便宜一点的 是 因为它是大光圈 但是它不是APO 就便宜了 是的 反而它1.35mm 1.4mm 现在大光圈 还有用 是的 很奇怪 吸光 即是它很进取 它2-3月后 出了一支新的 2-3月后出了一支新的 但是这支是光圈2 它还一直在用 这个以往的思维 APO镜是贵一点 是漂亮一点 但是像你所说 没有现在新的思维 究竟你用不用到 你用到多少呢 不过那些人都是这样说 不理那么多的了 是 五千 这支好像七千多 之前我说的那支 那支D镜35mm 1.2这支 是五千多万 1.2 1.2 一样这么漂亮的 不过 差一点点 那支那支是好像没有电子反应 这支好像加了电子反应 你看到光圈快门 那些参数 大家都是手动之余 多一点点分 你知道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是 没错 这个世界是在变的 大家为何我们说出来呢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以前和现在的分别在哪里 不过算了 我觉得多点选择是好事 对对对 封剑游人 等于Liqa 无贵入费 没错 我赞成他们这些福仔 这些出多些选择 对对 没错没错 好 镜子也很漂亮的 是的 那我今天是差不多了 喂 那最后也说一下 有什么地方玩 好好好 那最近下雨了 最好是什么呢 就拍一下流水瀑布 嗯 没错没错 那我也是 就是介绍一下 可以去一些 什么马大石间 是 或者是这个 呃 拍一下瀑布 那个什么 啊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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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拍一些流水的地方 我记得什么地方 是的 就是大墓山那些 下面也有那些 不同寨 不同寨 不同寨那边 也有很多的 是拍一下瀑布 那 但是呢 要小心留意一点就是呢 呃 就是 落完雨 这地方滑 好滑的 是啊 小心 还有就是 如果真的下大雨 就不要去 是 雨过了之后才去 没错 那还有呢 给一些小小提示大家 拍流水瀑布呢 大家当然知道 万块门加ND 但是有个东西就是呢 最好不要选太好天 对对 如果你 有蓝天白云阳光射到去 其实就难拍很多 反正氛氛的 不容易 或是 进去变化 到树林里或是 岂谷里面 那些 暗暗的 你收到这个 快门都容易 没有错 要不然 你要加很多 ND 都很近难 是的 加一些ND 用手機拍一輯流水瀑布給大家看 在之前,因為我們以前也拍過 放一些之前拍的瀑布給大家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我們的片尾 留意一下,好嗎? 在這個馬大石間 馬大石間,即是馬灣山下面 是,沒錯,很漂亮的 可以看看師傅之前拍的瀑布相片 沒錯,沒錯 今集就這麼多 好了,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 看照片吧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